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莎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宗娱乐的新闻 原来在娱乐圈中,亦有这条片讲十八位隐世歌手 有些人演过戏,有些出过唱片红了 有些出过唱片当歌手也没人知道 有没有人当中唱得难听过朱主席一起看看 最近无线播出电视剧《青春不要脸》以80年代本地的电视行业为故事背景 初期的剧情影射四日巨星参加TVB 艺园训练班的情况 除了艺园主持之外,艺园班亦出现不少演而优质唱的代表 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就是其中一位 说回1973年的时候,艺园训练班出身的周云法 主力在电视和电影事业发展 做过不少经典的角色,大家记得许文强各样各样 在80年代尾尝试在乐坛发展,发歌唱歌你听过没有? 初期虽然以这个推出EP为主 十二分十分寸,还有《大丈夫日记》,《飞沙风中转》等等 全窗度非常高 更在1990年推出的大碟《旧情人》 那首歌的歌词非常好 《旧情人》新改編自一首日文歌 由来生孝夫作曲那首歌,这个名字好像有些印象 因为是一个张学友程以世的作曲人 其实是同一个旋律,早已被编过 这首旧情人以前被称修文的影像浪漫史 旋律由法歌翻唱,找来填词人潘元良 歌名已经点出题目了 当然是潘元良善于用短句讲故事 头三句他说 曾经痴暖,曾经分手,如今跟你又尽头 共15个字经很清楚交代了世间人物和背景 至于法歌的歌艺 他的唱法和声线有点像古天乐 两个人同样在影坛苦风换雨 但去到歌坛实在是不能达到专业歌手的要求 尤其当年录音技术未及今时今日的神奇 所以能听到不少法歌在歌唱之中的瑕疵 但法歌由始至终也是香港人最爱的 最难能可贵就是他几乎是一个无恨的艺人 所以纵然他的歌艺不精,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听他唱歌 但自从这张唱片之后,周远法已经封咪到现在都未有唱歌 不如以朱主席试试试演绎曲 曾经痴暖,曾经分手 如今的你有醉头 一种他生的感觉 心底默默留 哈哈哈哈哈哈 不断先吧,大哥 行了,我知道我唱得难听了 之后那些你不会再听到,朱主席再出来 朱主席你可以回避一下 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他出生自1980年的艺人训练班 在影视和唱歌事业都有不少代表作 同届的王耀明 后来也和刘尔达组成一个达明一派 而梁朝伟当年在周星辞的鼓励下投考艺人训练班 这些是华语作品的 例如有《李是如此难以忘记》 做了《一生一心》 以及被梅艳芳翻唱的《梦龙夜雨女》 《梦龙夜雨女》 《梦龙夜雨女》 我记得她当时的印象是挺特别的 因为她是颓废的 戴耳环、穿裙等等 也挺帅的 那年代觉得很帅 但看了一段时间有点厉害 因为事实上 都是做回她平时忧屈的眼神 忧屈和颓废有点不同的层次 好了,说一下了 吴君如 在1983年参加这个艺人训练班毕业 在银幕前她经常以大颠大废的角色 但其实她推出过唱片 你怕不怕? 但她不单是懂得搞笑 除此之外 她在1995年和威敏合唱的经典初一十五之外 1993年更加退出来 恭喜发财利是斗来 亦都成为后来的何年哥的经典之一 1985年出身艺人训练班的郑依健 就是有情岁月、极速、自动胜利 Let's fight 可以说是2002年仍然有人在听 事于刚才说的那些唱歌一般 除了刘德华 刘德华唱歌OK 但以下有几位歌手我自己挺喜欢的 好像赵学义 她是1988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入行 不过在半准决赛时被淘汰了 突然加入了艺员训练班先后以主持身份发展 直到1994年正式成为歌手身份出道 其实无线我说了她不懂捧人 赵学义唱歌很好听 你知不知在ViuTV早一两年的时候 在ViuTV的Chill Club和人们加弃歌 哇多好听 你如果想听的话 你可以去ViuTV的网页 又或者可以在Youtube重寻 还有古巨基唱歌好听 她参加过1990年 她参加过1990年 她参加以娱乐新闻主持的身份入行 其后她在1994年正式加入乐坛 成为史上首位练夺四台新人金奖的歌手 其实你还记得很经典 她说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你记不记得 其实阿坤哥有少少他的影子 但没有阿古的机唱得那么好听 1994年参加艺员训练班的陈展鹏 她早在1999年加入了保励金 推出过快快 天性如耻等等四首单曲 但两年之后她还没出碟 已经租到公司放弃了 直到2021年加盟了天盟娱乐 再次进军这个乐坛 但是好像没听到楼梯响 另外一个 阿非超级英俊 我觉得她唱歌也很好听 就是林峰 在1999年 艺员训练班毕业后 先后以演员身份出道 一直到2007年才加入英王 推出了《爱不咎》 《爱在记忆中走你》的代表作 上年加盟华立唱片公司 以唱情歌的人回归这个乐坛 还有以下这位 我觉得不好听 就是吴唱K 她2000年在古天鹅的推荐下 参加艺员训练班 其后她凭着《冲上云烧》 唐逸峰很红 之后她除了在不同的剧集之外 唱歌的主题曲之外 更加短暂地加入了乐坛 留下一个家传回晓的别贵他 其实我觉得她有一首歌 叫做《红蝴蝶》 等下主持人出场 哈哈哈哈 弄几句弹一下 不是说笑 雨水冷洗晴不会疼 猛风在吹而不散 仇云和月之间也不孤单 你足以倾城的两眼 舊花与草环垂沉 然而眉目仿佛飘散 又一时怠叹 好多谢 多谢 哈哈哈哈 真是有人唱得差 这个不唱戏 我答应你 之后我真的不会再找主席 还有 世隆先生 郑世豪 在2003年参加了艺园训班 一班的毕业生 直至唱歌节目的《声梦传奇》出现 令唱功得以给观众面前展示 并且加入了当时新成立的《声梦娱乐》 现时是天盟的娱乐歌手 同样在《声梦》一炮而红的 2004年参加了艺园训班毕业生 郑俊云 他早在2009年组成一个独立乐队HOME 更加参演这个剧集《天如地》 但我不记得有他份 还有孙维雪在2006年毕业艺园训训班 早期主要是参与中艺节目拍摄 其后开始参与《三个女人一个因》 还有《纯属意爱》等等的剧集 直至2019年他发表他的单曲小说故事 加入这个乐坛 还有一位叫乐童 参加过美女厨神的少女厨神之后 在2007年艺园训练班毕业 除了参与剧集拍摄之外 更加在2009年加入东亚唱片旗下的品牌 CMD的进军乐坛 当年叱咤生力军 女歌手统长得主 看不出 在2011年转战声唤 2013年再没有跟其他歌手转头声蒙 近年甚少推出的作品 沈振軒 他在2008年毕业 因为这女儿可能想着追求女儿 随后跟张景淳 在综艺节目合唱联少无知 而被黄柏高上色 在2013年加盟太阳娱乐成为歌手 太阳娱乐老板也在大陆蹲 推出过《讲多变真》 《局外人》等等作品 还有张明慧 其实他也订阅了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 有提示这个年轻人 非常有违 我不知是否是铁粉 但他也订阅我的台 在2011年参加艺员训练班畢业 因为爱回家开心速递 饰演佐治为人所熟悉 其实他是独立乐队 Charming Way主音 他和一位新晋的Rapper Luna is a Bap boogie baby之中合作 另外张燕博 2014年艺员训练班畢生 除了跳跃生命线 一握路又忌等等 幕前的表演之外 更加是一位独立歌手 自知出过这个EP叫做《坚持》 好啊 你们觉得有没有一位 以上所说的歌手 是唱得难听过 朱主席呢 你留言告诉我 哈哈哈 好了 久不久 朱主席就出现了 不过夜晚 我有时候见样 又不是高意思 害羞啊 你明白吗 好啊 你留言告诉我 想不想朱主席在夜晚的直播出现 留言告诉我 好 谢谢 哈哈哈 谢谢 不再让你过单 阿沙陪你 娱乐 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travel Woo Woo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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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秀 WooHoo WooH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